大家午安 我是张鑫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天 谈谈心 主要是有一个 我以前的好朋友 一个老大哥 以前在工作上 我们配合很多 有的时候他需要我资源 有的时候我需要跟他求教 然后我们两个 在工作上其实蛮紧密的 我去年退休了 领到东西给我的 提前优惠退休的 那个相关费用 而这个老大哥 他在今年年初 也领到了相关的费用 不过他的年纪比我少长一些 已经接近60岁了吧 所以我都一直成为老大哥 今天他就到我们家来 走走聊聊 昨天晚上打了个电话给我 我就跟他说有什么事情 他就说有点心思 想找我聊聊天 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妙 我就跟他说 那不然电话里面聊 刚好我还有点时间 他说不了 还是见面聊比较好 见面三分情 坐在一起聊聊天 讲讲话感觉也不一样 反正也好久没见面了 他今天早上啊 就到我们家来了 反正退休了什么都没有 时间特别多嘛 就到我们家来 我去请他进房子里面 他说不要了 就坐在院子里面 晒晒冬天的太阳吧 刚好这几天天气比较温暖 我就在院子里面摆了 两张椅子 然后到了杯咖啡 然后点了蚊香 因为今年的冬天 真的不像冬天 气温比较高 然后有太阳 当然到了12月 还有蚊子在那飞来飞去 点了蚊香 我们就坐在那里 我点了蚊香进去 倒咖啡出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那个蚊香的味道 好像不大对了 结果一看我那个老哥啊 居然在院子里面抽烟 我想不对啊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十几二十年没看过他抽烟啊 我就走过去坐下来说 老哥你怎么开始抽烟啊 他就看着我点点头说 是的 这是我退休之后 染上的第二个坏习惯 我心里其实这个时候一惊啊 他本来是一个跟我一样 是个讲师 做人非常非常阳光啊 讲的课程啊 比我还要正面 我有时候还会举一些负面的例子 他几乎不讲 他通常用正面的语气 正面的态度来激励学员 可是怎么会抽烟呢 而且没头伸索 我就想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能真的要好好坐下来 跟他聊聊天啊 我就没有问他 那第一个坏习惯是什么 我就坐下来 请他喝杯咖啡 我就看他看着 抬着头看着我家 叶子已经掉光了櫻花树 半场没讲话 我就陪他静静坐着喝咖啡 这个时候还好 没有蚊子在耳边飞来飞去 不然就杀风景 结果他休息了半场 跟我说了一句话 叫做老弟啊 退休不一定比较好 我听了真的 这个时候心里刚刚一惊 跟弱死了 我就问老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结果他看着我说 老弟啊 我可能要离婚了 我说怎么会 你不是跟我们一样是青梅竹马 从小认识到大 感情很好 一辈子都在一起 你前上课的时候 你的老婆有时候还会出来当助理 这样礼拜个礼拜天上课 他还坐在后面听你讲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他就说老弟那你就听我慢慢跟你讲这个故事吧 我说好的好的 那我就停下来 他说退休为什么不一定更好 他说他今年年初领到了退休金之后 他和我影片里面讲的事情发生的差不多 他说回到家以前觉得没有时间 朝九晚五晚上还留在公司里面准备课程 礼拜六礼拜天有的时候还要出去讲课 所以一天大概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觉得那一两个小时过得非常充实 跟老婆之间的聊天谈话也都不错 可是退休之后 有了几个生活和身体上面的大变化 第一个 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多 原本是一天只有一两个小时可以自由运用 现在有一整天的时间 而且以前有礼拜六礼拜天好像可以让整个生活和工作稍微中断一下 而现在天天都是礼拜天 天天都有夫妻的时间 可以让他待在家里和老婆一起相处 他说刚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事 他老婆也愿意拨一些时间陪他出去走走 陪他散步 可是过了不到一两个月 他老婆就跟他说 我们退休前不是有说过吗 两个人不要互相干扰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还是自己过自己的 这样子退休才过得长久 他想也对啊 反正他自己找他自己的兴趣 他老婆找他老婆的兴趣 结果他老婆就恢复到他以前 我这个老哥在上班时候的样子 因为他老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工作 就是都在家里面操持家务 也是一种变相的家庭主妇的工作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他开始也不陪他 老公就不陪我这个老哥出去散散步 晚上坐在一起聊聊天的时间也没有 我说为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了 他说他就开始恢复了他平常的生活 他说他工作了十几二十年到今年年初才知道 原来他在上班的时候 他老婆是这样过生活的 我说怎么过生活 他说他早上就是要睡到十点十一点 说这是美人觉 一定得睡饱了才能起床 能不打扰他这样不要打扰他 不然还会有起床气 我说合理啊 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能睡着是福嘛 我讲完这个话 我那个老哥哀怨的看了我一眼 我就知道我不该插嘴 后来我就很少讲话了 他就跟我说中午起来之后啊 他通常就直接化了妆 化了妆才下楼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中午都会跟他有几个 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或者是一些闺蜜 要出去吃个饭 喝个下午茶 聊聊天 以前貌相很多 老公都在上班 然后很多相对贵妇吧 家里可能条件还不错的 都会是这个行程 因为一个人也不好自己做饭菜 在家一个人自己做饭菜 也怪怪的 就会约了一起出去吃饭 喝杯咖啡 一直喝喝下午茶聊聊天 结果聊着聊着没错 他说大概都是这样 两三点回家之后 他想老婆等了半天老婆回家了 应该有点时间可以跟老婆讲讲话 或者陪他出去散散步吧 结果他老婆说下午是他的运动时间 回到家换个衣服 就出去运动了 有时候去健身房 有时候去游游泳 然后要不然就是跟同学约了 出去打个羽毛球打个网球 而且生活看起来挺充实的 就跟着你下午的时间就给花完了 然后运动完之后回到家 就说很累 需要休息一下 小气一下 就睡到了晚上七八点 然后接着就是晚上的时间了 而晚上的时间 这个太太其实她 我觉得特别有趣 晚上的时间她也安排了相关的瑜伽课程 或者去上社会大学的课程 她把她自己的一整天安排的非常多彩 这个时候我原本想跟老哥说这样很好啊 她嫂子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安排 安排得很充实 结果我看我那老哥又深深吸了一口烟 接着跟我说 她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可能这是她过去二三十年 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 但是她忘记了她老公已经退休了 她几乎没有排一丁点的时间给她 最多就只有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跟她聊两句 吃完饭稀里呼噜就准备又要出门去上社会大学的课了 我说这个就算了吧 那礼拜六礼拜天呢 她说礼拜六礼拜天啊 她就陪着孩子了 孩子礼拜六礼拜天回来 她把所有的心力和时间都在安排孩子的吃饭 陪孩子聊天出去做一些活动 我说这个时候我大概知道 老哥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退休忧郁症的事情吧 结果果然没错 她就说第一个她非常不适应这样的生活 那个退休之后时间多了 反而没有人陪她 她也不知道要跟谁讲话 刚退下来的时候她看到我的影片 知道不要在家里念太多 不然会忍人讨厌 但是忍不住嘛 偶尔会唠叨两句 跟老婆唠叨两句 老婆不想听 跟小孩讲两句 小孩也不想听 越讲她就越觉得她是家里面被孤立的一个人 她花起所有的心力 花了所有的生命 赚钱为了养的就是这个家 她希望让所有的家人能够日子过得更好 小孩子能够有比较优渥的条件 能够好好长大 读好书 现在两个小孩也都成人了 也都有很好的学历 有很好的工作 反而她在家里面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过去可能还有价值 就是赚了钱把钱拿回家 现在连这一个价值都没有了 她觉得她自己不知道她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 她甚至想要找老婆出去走一走 老婆都跟她讲 你有你自己的时间 我也有我自己的时间 我们互相不干扰 你说好嘛 这老婆当初退休前就讲好了 两个人各自各自的时间 各有各的社交圈 只是她没想到 连一丁点多余的时间给她都没有 只是她心理上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过去我们在职场上 站在台上讲话 学员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不管是志愿还是被强迫来 有的是缴学费 有的是公司安排的 她就是得坐在下面听 我们讲完她就是会有人鼓掌 我们在那个公司里面 她就是会有一些 比我们后来进来的晚辈 会对我们言听计同吧 或者说我们讲些话她也会听 可是回到家之后 好像真的没有人听了 你真的多说两句啊 就被嫌 然后你希望跟老婆多出去走走 刚退休的时候 还有退休一阵子之后 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老婆也懒得拎你吧 个骚老头 可能出去有什么了不起 她还不如跟闺蜜出去聊聊天 整天跟你讲来讲去 就是自己的丰功伟业 过去的英雄事迹 再来还有什么好聊的 没啥好聊的 不骚老头呗 以前看起来好像还在职场上面 能够呼风唤雨 出去还是英姿比挺 穿的衣服还是西装衬衫 现在穿了个邋里邋遢的 讲话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风趣 没有这么好玩 所以她老婆也不理她 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可是她就是这么感觉的 我说我也是点点头说 对真的老婆你辛苦了 可能很多退休的人 男生都会遇到同样的状况 我说那后来呢 我看老婆又深深的吸了一口烟 吐出来 看着天空跟我说 后来她老婆就跟她说 她要出去找找自己的生活 要扩展自己的社交圈 不要老是缠着老婆 她也听了 后来假日或者是非假日的时候 反正对我们退休的人来讲 假日非假日都是没有异力的事 她非假日的时候就下午出去外面喝喝咖啡 反正她也不缺钱嘛 她比我有钱多了 当初薪水也比较高 工作时间比较长 你的退休店比较多多了 所以出去喝杯咖啡 再不然去公园里面坐一坐 久着久着 她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碰到了几个红粉知己 一两个吧 其中有一个是她以前的同学 好久没见面了 突然在咖啡厅里面遇到 而且就坐下来聊聊天 哎呀没想到 她这个红粉知己啊 还没结婚 是一个单身贵族 也60岁上下 穿得漂漂亮亮 刚好在咖啡厅遇到她 我说哇那这个 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听起来好像很浪漫 但林老鹿花虫是有风险的 我就看老哥突然眼睛一亮 说是啊我也知道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发生了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就跟他约了第二天 再去喝咖啡 连续喝了好多天 他发现唯一愿意 听他讲话的人 只有这个同学 唯一有空听他讲话的人 也只有这个同学 我说讲得这么悲情 他说对啊老婆没空 小孩子在上班没空 那个同学都还在上班 老同志也都还在上班 根本没有人听他讲话 他说我不知道大家是特别忙 还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一个人变得很闲的时候 反而觉得无所适从 只有这个女同学 愿意听他讲话 我说 嗯 是 那我了解这个心情 他接着 就说喝了几次咖啡 也听了几次心事 他也开始 愿意听这个女同学发生的事情 两个人聊着聊着 就越聊越开心 好像 就是遇到了久未谋面的自己 当然当初他们在国小的时候 好像也没特别熟 但是就因缘忌讳 两个就碰在一块了 这个时候他老婆还挺开心的 他老婆跟他说碰到好同学好啊 不然整天待在家里面也烦 你待在家里我心里也不舒服 你就出去找朋友聊聊天这样 好的好的 就鼓励他也多出去 结果稀里呼噜 不知道聊着聊着 怎么就聊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我们也不就说了 反正就婚姻当中出现了第三者 最近他老婆发现了这个事情 就哭哭啼啼的闹了起来 我老哥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心烦 跑来找我聊聊天 他就说小张听说你以前做离婚咨询的 我说对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 因为我以前写过离婚法嘛 他就说那你能不能给老哥一些建议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建议 清官难断家务事 他嫂子我也熟 而这老哥我也熟 我没给他什么建议 我只问了他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他只淡淡的跟我说 事情就发生了吧 他也只能去面对接下来该处理的事情 至于他接下来内心会如何取舍 会怎么选择 那我就没那么清楚了 我就陪着他坐在那里喝咖啡 然后看着天空 我最讨厌别人抽烟 我最讨厌别人在我旁边抽烟 但今天我还是忍下来 就坐在那里看他抽着烟 深深的溪深深的土 好像只有在那呼吸之间 能够获得片刻的安静 坐着坐着 他后来还是跟我讲了一句话 小张啊 我的故事 或许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我觉得退休不一定好 如果有时间 可以跟另一半聊清楚 一定要提前沟通清楚 毕竟退休之后是两个人的事 是全家人的事 不会是只有一个人需要单独去面对的事情 第二个 即使说两边两个人的生活 应该要划清界限 或者是互不干涉 各留一点空间 但是 如果可以的话 多留一点心思 多留一点时间 给退休后 心理和生理还在调试的另一半 或许会让两个人的关系 过得更长更久 我听完他讲这段话之后 我总觉得 真的是佳佳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讲的很多时候 都是大范围大方向的事 但很多小小的细节 小小人性会造成的影响 我们都忽略了 这个老哥这样跟我讲完之后 我看他猛吸一口盐 把盐头往地下一丢 小张 这就是我在退休之后 懒到的两个坏习惯 第一个 我从没想过我会淋老入花虫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发生了 第二个 因为这件事情 它让我反省很久 我也不知道该跟谁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才揽上了抽烟的这个坏习惯 我知道 小张 你一生中最讨厌的就是这两件事 可是 今天特别谢谢你 愿意坐在院子里面 陪我抽烟 陪我 听完我的心事 你是在我退休之后 愿意听我讲心事的第二个人 谢谢你 说完 盐头往地上一丢 他就走出了我们家门 跟我说 小张 如果有机会 下次我再来跟你分享 我是如何做决定的 我就看着他 远的走去 我也没什么讲话 我就陪着他走了一程 去开他的车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故事 但是啊 我觉得他要给大家的两个建议 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已经很久没跟大家 谈谈心事 讲讲故事了 都是看故事 说实事 看数字 说实事 今天我们就不说数字了吧 我相信这种状况可能不多 很多 但是 我真的看过不少例子 就是领老骆滑虫的 但领老骆滑虫 第一个 他真的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 为了避免另一半或自己领老骆滑虫 一定要跟自己退休之后的终身伴侣聊清楚 都给点时间吧 都给点包容吧 从职场上退下来的那一半 真的 刚开始心理是很难调适的 在接下来这个年纪大部分都是男性或女性更年期的时候 身体不舒服 心理不舒适 又觉得没有存在的价值 然后周围的人又不愿意听他说话 他总要有个抒发的管道 总要有个说话的对象 很多时候一辈子没想到的事情就这个样子 砰发生了 造成了所有人的困扰 但你说谁错吗 真不好说 故事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人是错的 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这种的结局 会是这个样子的进展 但那就发生了 发生了也就只能面对吧 但如果你我正准备退休 或者是已经退休了 听听这个故事给自己一个警戒 我想我们的退休生活 会过的更轻松愉快容易一点 没什么特别要跟大家结论的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退休不一定好啊 长期漫谈天天都有些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咱们下回见 咱们下回见